就说这个桑州王的罪孽实在才准 这就牵涉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 周灭桑的年代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这几年花了好多的精力和资金 投入了一项重大的工程叫什么夏桑州断败工程 因为夏桑州由于历史比较早它好多年代不清楚 我们国家搞了一个工程 希望通过综合研究调动全国学者的力量 来把夏桑州一些重要的年代能够断定 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代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年代 就是周五王灭桑的年代 把这个年代定了 别的年代就比较好定了 由于时代久远始料缺乏 周灭桑的年代很难推算得十分准确 但是在许多学者的多方考证之下 这个年代大概确定了下来 那么周五王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了好发桑州王的战争 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现在我们知道大概是公元前的1046年 还有种说法是1057年 那就很不错了 3000年的历史差11年啊 郑月 周五王统帅兵车三百胜 三百辆兵车 虎喷三千人 就这种应该是重甲的啊 带着这个铠甲都穿的比较重的 三千人 甲氏四万五千人 浩浩荡荡 东径发伤 他从西北往南打 而童年夏月 正月的下雪 他就到达了孟金 就他原来跟祝福开过会的地方 跟那里好多反商的部队 他们都约好了 一起会合 这个日子非常清楚 正月28日 由孟金迅速东进 由河南孟金是贸宇东进 仅仅六天的行程 于二月初四的佛晓 抵达牧野 那这个日子 在那么漫长的历史里 日期可以精确到这个地步 很难得 在二月四的佛晓到达牧野 二月初五凌晨 周军布阵完毕 古代打仗都要先布阵 不能乱打 就在牧野这个地方 庄严四师 大家开会啊 庄严四师要攻略商朝 这就是著名的牧师 五王在政前 声讨商众王 听信禅言 不济世祖宗 并且遭幼 四师